唐嫂全家住我的房子 要把我扫逼出门 纠占雀巢 还有理了 我留学回来 沈沈在家张罗了好菜 给我接风 叔叔热络的邀请 我回公司上班 没等我被亲人的热情感动 唐哥唐嫂先后开口 去公司上班可以 得从实习生做起 我不习惯外人住进来 保姆都不行 让他出去租房子吧 叔叔沈沈尴尬的沉默 我皱着眉看着他俩 房子是我的 公司也是我的 他俩在高贵什么呢 我毕业回家那天 发现人脸验证失败 输入密码也显示错误 嗯了好久的门铃 好早才急着拖鞋来对我开门 神情不耐 多大的人了 不知道去别人家先打声招呼吗 我愣了下 还没说话呢 沈沈先在围裙上擦着手跑过来 拉着我笑 瑶瑶回来了 怎么看着瘦了 就说在国外吃不好吧 快进来快进来 沈沈的热情 把我刚升起了疑惑打散 跟着他进门 就见桌上百厘桌子的菜 我一早就去了菜市场 跟阿姨招落了大桌 都是我们娘爱吃的 叔叔殷勤地笑着 去接我的行李 说替我放回去 你别管 都到家了 哪能让我们瑶瑶公主干活呢 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了句谢谢叔叔 就被沈沈拉着嘘寒问暖 唐嫂翻了个白眼上楼 嘴里还嘟闹一句 纠占雀巢的东西 就知道来蹭住 真不要脸 我没听清楚 但那句不要脸听清了 就没问沈沈 大嫂说谁呢 沈沈善笑着打圆场 拉着我去厨房 才压着声音说 咱家房子也大 要真是人好的 在家住几天也没关系 您劝劝大嫂 别争小气 都是亲人吧 这别墅是我18岁的生日礼物 可惜爸妈没见到装修好 就先后去世了 我那会儿在国外留学 沈沈家里要住进来 我想的都是亲戚 而且她当初照顾我妈出力不少 就答应了 这房子500多平 除了我的主卧不准动 就住了他们一家四口 再来几个亲戚倒也住得下 沈沈笑着跟我说好 正好叔叔替我放完了行李下来 她就招呼着全家来吃饭 堂哥跟我不太熟 就连大嫂也没见过几面 他俩沉默吃饭 倒是叔叔婶婶不断给我夹菜 气氛争热络的时候 我提起了之后的打算 过两天我去公司办理下手续 总不能老在家里闲着 叔叔脸上一僵 又乐呵呵的摆手 应该的 到时候让小杰带着你 小杰 你让人士好好安排我们摇摇 这两年公司进了点滑头 可不能欺负到摇摇头上 我刚想说不用这么麻烦 在国外这几年 国内的生意都是远程决策的 回来正好看形势收拾下心大了 结果堂哥的脸就沉了下来 带着点不乐意 爸 咱先说好啊 咱在公司可不搞认人为亲那一套 虽然要进公司可以 但得从实习生做起 我愣了下 我一个手持股份最高的人 怎么还得先干实习生了 叔叔一巴掌拍到了他的头上 脸色都难看了 胡说八道什么呢 瑶瑶是你妹妹 让你保护妹妹怎么了 不等堂哥还嘴 唐早先摔了筷子 爸 你这话就不对了吧 孙瑶好歹也是国外度经过的人 哪不能干啊 非得在宅家公司里当大佛 还有啊 他以前是没有家嘛 非得回来住咱家里 他看着我一眼神不善 公司的事情我可以不管 但我不习惯外人住进来 保姆都不行 他更不行 让他出去租房子吧 这两个人态度让我都愣了 别说是我的 公司也是我的 结果他俩一个让我当实习生 一个让我搬出去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家到底是谁的呀 您说的对 外人是该搬出去呀 我冷笑一声 刚打算发作 就被婶婶拦住了 李悦你胡说什么呢 不会说话 就给我滚楼上去 他一面说 一面抓着我的手 哀求的看我 瑶瑶别生气 你嫂子今天气糊涂了 婶婶替你教训她 这就是你家 谁也抢得走 一旁的叔叔也别笑脸 是啊瑶瑶 别生气 你可是咱家的小公主 他说话的时候 直接踹了一下堂哥的凳子 让他带着媳妇一起滚蛋 这俩人也挺生气 敢骂我 但不敢骂爹妈 也没上楼 两口子直接冲门去了 大门被摔得震天响 季风宴不欢而散 我问 叔婶怎么回事啊 爸妈那年出车祸 爸爸当场死亡 妈妈在医院里躺一年多 也去世了 我在外留学分身乏术 想要辍学回来 叔婶拦住了我 你就是回来 也不能到护工吧 婶婶在家没事干 替你照顾你妈妈 她照顾人尽心尽力 我有次过去探望 症状见她在换尿袋 不嫌脏不嫌累 比护工靠谱多了 妈妈在床上躺的一年多 到死身上都很干净 虽然我给了她 高于护工几倍的价钱 但亲情总是可贵的 所以后来叔婶说 替我维护别墅的时候 我想也不想答应了 都是一家人 可怕我人在国外 房子闲着也是闲着 就让他们全家都搬了过去 但没想到 我现在居然成了 要被赶出去的人了 嫂子嫁进来没两年 不知道别墅是我能理解 公司是怎么回事啊 这公司是我爸妈 一手打拼下来的 从街边店铺 到了拥有几百名员工的公司 都是他们的心血凝结 叔叔不学无术 但爸妈在世的时候 照顾唯一的弟弟 给叔叔安排的职位 也算是让他一时无忧 前两年表哥森杰进公司 文件还是我批的 怎么现在反过来 成了表哥安排我做实习生了 叔叔陪笑着跟我解释 你表哥这两年 在公司里受了欺负 怕你空降下来 也被两条耍的 婶婶也心酸的抹了抹泪 姚姚 这件事是婶婶糊涂 你堂嫂家里说 没房子就不结婚 你也知道 我们两口的钱哪买得起呀 就说这套房子是咱家的 姚姚 你能不能帮婶婶的忙 先别戳破这事 她给我保证 我一定尽快跟她说清楚 姚姚 就当是婶婶求你了 房子的事情倒是好说 我点头说好 但公司我是得去的 这是我爸妈的产业 我不能撒手不管的 叔叔婶婶都说了好 结果我回房的时候 就发现主卧被占了 当初这个别墅装修 是妈妈画的图纸 每一处都寄托了她对我的爱 主卧是她最满意的 包括家具都是亲自选的 可他们没能亲眼看到 这里面的实际模样 后来叔叔婶婶住进来的时候 我特意交代过 除了主卧 其他房间 他们可以随便选 但现在 主卧被人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 大幅的相框摆满 装修也被改动过 一进来就闻到了浓郁的香水味 格外自闭 我气得浑身发抖 结果一回头 婶婶直接跪在我面前 姚姚你听我解释 你唐嫂结婚的时候 非要住在这里 说是不住就结不了婚 姚姚 你心疼下婶婶 你哥娶个媳妇不容易 咱家家底都掏空了 她要是不愿意 我们就人才两空了 婶婶一边说一边哭 就连一旁的叔叔也唉声叹气 我被婶婶抓着袖子 也顾不得生气 先去扶她 你先起来 让老人给我下跪 这算什么 但婶婶不肯起来 跪坐在地上 又哭诉自己的不容易 你堂哥这些年眼高手低的 娶个媳妇 要了我们老两口的命 我倒是不想顺着她的心思 这可是你家 可是 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姚姚 都是婶婶对不起你啊 她哭成这个样子 叔叔也抹离白脸 之前有人在国外 我想跟你说的 你婶婶非不让我说 早知道这样 当初还不如闹起来 倾家荡产 也得现在墙 一张老脸都丢进了 叔叔说着 就要拿头撞墙 我连帮拦住了她 叔叔 你也冷静下 这事 这事 咱们再商量吧 一间主卧 总不能逼得 他们老两口 家破人亡 我暂时先住别的房间 但你们得 尽快跟他们说清楚 老两口要面子 我给这个面子 但我没想到 他们居然带我去了阁楼 这是你嫂子安排的 但是姚姚你放心 我一定尽快 求求你了 暂且忍一下 好不好 我压着心里的火气 咬牙 行 最多一个月 婶婶 你要不想当这个恶人 到时候我自己来做 因为婶婶的话 我暂且没跟唐嫂李约计较 但我没想到 她居然变本家里 别人家里就是好猪哦 纠占雀巢 简直是不要脸 我说 怎么之前去庙里 算命的说 我今年壮灾心呢 原来在这儿呢 我忙着半入职相关 没搭理她这些话 叔叔婶婶都打包票了 我要是这个时候 跟她计较 显得怪不好了 谁知道了饭点的时候 她直接撤走了一杯椅子 不好意思啊 家里能用的椅子 只有四把 没你吃饭的位置 李月神情满是恶毒 要不你站着吃吧 我看了她一眼 问 你知道今天的菜 是我订的吧 在外待几年的刘子 回来对美食的执念 都能达到巅峰 叔婶不舍地花钱 我为了不让自己受苦 家里菜品肉类 都是我订的 那是一家专供五星级酒店的原材商 价格高昂 但是新鲜未美 李月脸色一僵 又重梅 那又怎么样 你住着我家的房子 还有理了 上次被骂之后 她见我就横挑鼻子数挑眼 这会见叔婶都不在 更硬气了 爱吃吃 不吃就滚 真当自己是公奶奶呢 都得伤感地伺候你呗 我不想跟这种人多说话 扭头要走 这见李月随手在地上 让一把瓜子皮 把地扫子再走 白吃白住的 好歹干点活啊 我站住脚 回头 冲她笑了笑 下一刻 直接将桌上的盘子端起来 啪的一声摔在地上 汤汁见了李月一身 她没反应过来 我又将剩下的都摔了 李月一身没反应过来 直到我把桌上饭菜都摔完 她才气急败坏地指着骂我 孙瑶 你疯了吗 不要怕 明天是个好情天 在我脸上笑容不变 但但回她 不是说我当自己是姑奶奶吗 并见识一下 什么叫姑奶奶 地上一片狼藉 惊动了房间里的书婶 她俩出门的时候傻了眼 问瑶瑶 你这是干什么 我没理他们 冲着李月继续说 哦还有 听说你到现在还没上班 靠我们孙家养着呢 记得把地扫子再回房间哈 白吃白住的 好歹干点活呗 李月在楼下大喊大叫 我在楼上睡了的好觉 那之后几天 李月明显安分多了 不敢在我面前撒脱 我也懒得跟她计较那么多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我就发现公司账面有些问题 所以回来之后 我虽然没做事牺牲 但也没直接空降 而是从基础事务开始做 我没透露自己的身份 很快跟部门的打成一片 借着这功夫 听了不少公司八卦 可越听越重媒 我听说啊 前老板是黑吃黑死的 幸亏咱们老总力挽狂澜 不然公司早倒闭了 对呀对呀 我也听说了 说是前老板还有女儿 是小太妹叼车党 得亏咱们老总心好 就说把她养在国外 好吃好喝供的呢 都说无风不起浪 我在国外这几年 叔叔的确在公司里 占了个总经理的名头 可以仅仅是一个虚名 前两年他说他干不动了 安排了堂哥接替他的位置 我倒也没说什么 还额外给叔叔提高了分红 怎么就传承了 他才是公司领党 我还想问什么 就接到了电话 顾不得再听 回了办公室 之前账面的问题 我在拿到公司真实账本之后 委托了四大的朋友帮我去查 结果出来了 但却让我气得手指扎抖 账目有问题 而且窟窿很大 老手估计上千万 我顺便帮你问了集团的朋友 瑶瑶 你这个堂哥挺开心啊 那天我在办公室里做了好久 这是经济犯罪 肯定不能姑息 要是换了别人 我肯定直接报警了 但对方是我堂哥 就算是不顾及他 我也得为叔叔审审考虑一下 二老年纪大了 这些年又为了我们家 东奔系跑的付出不少 对他们唯一的儿子 总要留点脸面呢 傍晚我有个会议 临时想起有份文件在家里电脑 我不爱让别人动我东西 索性自己回去礼堂 如果叔审房间的时候 我本来想打个招呼 就听到婶婶在责罐叔叔 我早就说了 虽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他已经开始查账了 迟早查到你们俩头上 你心思手软 他就会放过你了 再怎么等 他才刚回国呢 婶婶骂了一句 不停在房间走动 还有什么好等的 等他查出你俩贪污 还是查出他爸爸当年的死 是你干的 他们这话 让我浑身血液凝结 我爸妈是被人害死的 我站在原地 如坠冰窟 听到往日和哀可亲的叔叔 声音猙獰 你嚷嚷什么 别忘了 他妈是你弄死的 咱俩谁都逃不了关系 婶婶的声音明显心虚了 我 我那也是听你的 行了别废话了 我跟你说 虽然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让咱们腾别墅呢 照这么发展下去 我看用不了一个月 他还得把咱们都送进去 当初我就说了 这个小丫头骗子 留着是祸害 你非得犹豫不决 说 行 我失魂落魄地上阁楼 后背抵着房门 牙齿搁置作小 我爸妈的死有问题 我引狼入室 让仇人进了门 现在他们磨刀霍霍 对准了我 楼下传来唐哥唐嫂的欢声笑语 他俩从外面回来了 这一家子都是白眼狼 我不能在这里待着 得尽快找到证据 把他们全部都送进去 当我刚下楼 就被唐嫂叫住了 你怎么回来了 唐哥去了卫生间 他说我翻了白眼 公司不是有规定 不许早退吗 这么胡来 真到我们家钱 是大风刮来的呀 我看着他 扯了扯嘴角 瞄了他一圈 你们家的钱 可不是大风刮来的 都是从我跟我爸妈身上 敲骨吸水的来的 你这是什么眼神 他被我神情吓了一跳 又突然贴近了我 说 孙瑶 跟你说的好消息吧 我怀孕了 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 就见他往后退了一步 自己格外滑稽地坐在地上 扯着嗓子喊 老公 孙瑶打我肚子 我的孩子 孙杰从卫生间冲出来 裤子都没提好 一阵昏黑 体系狠狠地顶上了他的鼠席 下一秒 杀猪式的嚎叫声响起 他从我身上倒了下来 在地上不断地来回打鬼 李悦吓了一跳 赶紧去扶他 我则是喘息着 按了小区保安的一键求助 又拨通了110 叔叔沈身也赶紧扶了我来 沈身去扶孙杰 着急地问他怎么样 叔叔看向我 问 怎么就打起来了 姚姚 你没事吧 后面这话说得敷衍 我没回他 看到进门的保安 指了指孙杰 他无故殴打我 麻烦你们帮我打120 谢谢 小区系统里陆路的护主是我 所以哪怕这家人是长期住户 出事需要优先保护的也是我 孙杰疼得浑身发抖 李悦先咬牙朝我扑了过来 居然敢打我老公 我跟你这小贱人拼了 结果没等打我 先被保安拦了下来 沈身也哭天枪地的抹泪 摇摇都是一家人 你这是想干什么呀 叔叔跟保安搭话 这是我们家家事 你们先回去吧 保安没搭理他们 毕竟我才是护主 我也没搭理他们 但悄悄地将手机里的摄像头 对准了他们 在门外偷听到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就点开了录像模式 一直没关 警察跟120几乎同时来的 我先阐述了情况 说动手的是孙杰 我是正当防卫 李悦就在一旁骂我 放屁 是你先撞我肚子的 我可是孕妇 你这是故意杀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 又跟警察说 警察同志 你来得正好 这个女人倒老公 还故意杀人 他就是个混子 赖在我们家不走 想要害了我们全家 好霸占我们家财产呢 听到他这话 我都气乐了 就连警察也震惊了下 看向我 我看着他 慢悠悠地问 你说我霸占你们家的财产 那你知不知道 这种别墅的户主是我呀 这下 不只是李悦 书审都惊呆了 消息太多 他俩一时不知道 是为李悦怀孕高兴 还是为我报警害怕 这会连忙摆手 咬咬 别说了 可惜他俩的恳求 我只当没看见 反倒是李悦声音尖锐 打高了 你说什么 怎么会是你的 我老公给我看过房本的 再说了 你一个死了爹妈的穷学生 话没说完 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 你爸妈倒是活着 怎么没教你学会尊重人呢 警察连忙过来来 李悦激动得很 挣扎着要打我 被警察呵斥了 还愤愤 警察同志 这就是个撒谎精 爸妈 你们说句话呀 书审不敢说话 我从包里拿出了房产证 递给了警察 这是我家的房产证 以及小区保安也可以作证 小区陆路的护主信息 一直都是我本人 我看着李悦不可置信的眼神 又提醒了他一句 哦 不只是这栋别墅 公司也是我的 我父母一手打拼 此前立国一主 所有股份都在我手里 跟你公婆 还有你老公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准确来说 你们一大家子 才是靠我养着的废物典型 李悦被这一连串变故惊呆了 直接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是真气晕了 于是他也被送到了医院 我跟警察说了不和解 去医院做了伤情鉴定报告 出来的时候就被审舍拦住了 瑶瑶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他哭着说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一点家务事 你怎么就闹到派出所呢 算我求你了 你去跟警察说撤了案子吧 好不好 我推开了他的手 跟他讲 我现在头很晕 初步判断是脑震荡 你最好别碰我 不然待会加重了 报告上也得更重点 那会儿我要做伤情鉴定 孙杰也急吼吼地说他也要做 但他们什么都没鉴定出来 因为我留了力道 一点伤跟后遗症都不会留下 我不一样 孙杰打我的时候 我故意骗了骗 就为了让鉴定报告更重 我要让孙杰进去 伤情鉴定报告是轻微伤 但只要我不和解 孙杰就得在里面待着 沈沈见我不同意和解 顾及重施 当着警察的面 又跪了下来 咬咬 沈沈知道你个冲动了 可咱们都是一家人 磕磕碰碰难免的 你就原谅他这一次 好不好 他在这里一跪 好多过往的人都往这边看 我想也不想 直接跪坐在了地上 医生说了 我这次是命大 突然就被他打死了 沈沈 我感激您之前照顾我妈 所以每个月给您十万 我觉得一点都不多 后来您说 家里房子太小 我把五百坪的别墅 给您全家住着 您说物业水电维护 一年要几十万交不起 也都是我出了钱 可现在他跟他老婆 都要反过来把我赶出门了 我不走 还把我打成这样 我也想冲着家人的明明原谅 但您觉得他拿我当家人了吗 沈沈被我这话说的一愣一愣的 围观的人都鄙意地看着他 还有人拿出手机要录视频 警察过来拦了下 有个女警过来扶着我 跟他说 咱们这是依法办事 不是靠道的绑架的 难道您信不过法律吗 他可太信不过了 所以才害怕 我知道他在害怕什么 故意刺激他 要和解也可以 但公司不会再用他了 我不想跟打人凶手待在公司 还有 你们也尽早搬出来吧 咱们别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沈沈晃了下身体 确认我是认真的 胡乱点头说了好 转身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只有逼狗肉穷相 才能让他们狗急跳墙 我在医院养伤的时候没闲着 先撤了孙杰的位置 等到再回公司的时候 直接空降了总裁 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以总裁的权限 拿到了所有项目的账本跟明晰 之前跟我八卦过的员工也都震惊了 看我的眼神 除了好奇之外 有些害怕跟担忧 毕竟谁也不会想到 我居然会是他们口中 那个前老板的女儿 想贪费 还有人在公司匿名墙 按戳戳问我 就不可以救后算账 我笑了笑 回了句不会 谢谢 要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这么快发现 猫腻在我自家人身上 叔叔来找我的时候 我找了借口没见他 转头就把消息散布了出去 故意让他知道 我已经查到了些线索 果然 等到傍晚的时候 我放置的监控器里 就传来了声音 是叔叔在跟人打电话 老地方 咱们见面相谈吧 我就知道 鱼上钩了 关于孙杰的犯罪证据 我搜的并不全面 但就算是这些 也足够他先进去待着了 于是 孙杰前脚刚从拘留所出来 后脚就在叔叔沈绳的见证下 再次上了新的巡逻车 这次接他的人员还不一样 规格还高了 上次是民警 这次是刑警 沈绳当时就坐地上哭了 一边哭一边吹打叔叔 转头叔叔就来了公司 找我算账 或者说是求情 瑶瑶 叔叔本来没脸来见你的 但小杰到底是咱们孙家唯一的男孩 他这几天大概过得不好 看得瘦了一圈 头发不白了 进来先跟我道歉 你就当是看在叔叔这张老脸上 原谅他一回 行不行 小杰要是被判了 这辈子就完了 轻微伤判不了刑 但经济犯罪却不同 最重要的是 他太清楚孙杰的德性了 孙杰进去 百分百会为了减轻罪名 把他这个亲爹给供出来 我看着他 诚心地问 他贪污公司钱财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要是被抓住判刑 这辈子就完了呢 我更想问他 当初故意弄出车祸 害死我爸妈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 我爸爸是他的亲哥哥呢 难道这就不是亲情了吗 我狠狠地攥着手 不敢让自己泄露更多的情绪 叔叔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问我 你要怎么样 才可以放过他 我那时候想了下 跟他说 等他复兴完吧 做了事情 是要承担代价的 叔叔说了声好 走之前 跟我说 瑶瑶 这些年我带你不错 我没回答他 只是等到他走之后 才恨得红了眼 但我不错 是指他杀了我爸妈之后 却留了我一命吗 不 我清楚的 当时他的男要 连我一起杀了 爸妈车祸那天晚上 我本来应该在车上 只是同学临时打电话邀请我 我跟爸妈撒了个娇 得了允许后 开心地亲了下我妈 转头就打车去找同学完了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应该再抱一下爸爸的 我甚至宁愿上车的是我 而不是他们 可时光不能倒流 但爸妈不能白死 凶手必须接受惩治 知道我铁石心肠后 婶婶找到了我公司来 对着我破口大骂 他慈眉善目的伪装撕开 露出争鸣的内在 孙瑶 我这些年对你不够好吗 你妈在病床上是我伺候的 你家里外外是我收拾的 我儿子探钱不对 退给你不就行了吗 你怎么能把他送到监狱里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全家呀 他口口声声地骂 保安拦着他 他甚至到不了我面前 我看着人冷卧地回了一句 我没得护工的钱吗 别墅你没住吗 是我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逼他探钱的 把他送到监狱里的 是他的贪得无厌 不是我 他掖住 还想说什么 我从他身边走过 又问了一句 还有 我妈当年到底是怎么死的 你不清楚吗 一句话出 她脸色发白 惊恐地看着我 我没再理她 镜子去了地下车库 别说我没有再住 这几天都住在酒店 但我才开车出了公司 就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小货车撞上来 耳边嗡鸣声不断 安全气囊弹了出来 我重重地撞上去 又被安全带勒了回去 我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铁锈似的 是从我身体里涌出来的 警察在敲我的车窗 我急促地呼吸着 看着他们打开车门 是一医护人员来帮忙 然后我挥了过去 在醒来的时候 是在医院的病房里 消毒水的味道难闻 我浑身疼痛 撑着手指按了铃 护士很快过来 一起来的还有警察 我怎么样 我是恩丹雅 护士介绍我的情况 除了小腿骨折比较严重外 其他都是一些小擦伤 于是你也算幸运了 我跟他道谢 这件一旁的警察不赞同地看着我 孙瑶 你这样太冒险了 你这是不要命的做法 我看着他 弯了弯唇 带着点哽咽 但是我赢了呀 我是故意的 当年制造了我爸妈车祸的司机 后来以罪加之人死亡进了监狱 那人出来之后 成了无业游民 曾经试图敲诈我叔叔孙胜安 孙胜安给钱的唯一原因是 他要让这个人继续给自己办事 把当年的车祸重演一遍 杀了我 本来孙胜安还有些犹豫 但我的咄咄逼人 终于让他下定了决心 但他并不知道 我不但请了私家侦探拿到了证据 还偷偷防止监控在监视他 在搜集齐了之后 连同之前在家里录制的那段视频 一起给了警方 警方这段时间在不空 可是因为时间久远 加上他们的计划还没成行 如果我不出事 他们面临的刑罚 会远远低于自己所犯的罪孽 我怎么能允许呢 所以我便本加利刺激他们 让他们提前仓促动手 我没死 可他们证据却凿了 司机当场被抓获 而孙胜安跟他老婆 也以杀人未遂的罪名 被警方披补 哦 婶婶被批捕的原因还多一个 他回家看到 李月卷着钱想跑 跟人打了起来 李月被他打得流产了 李月被送到了医院抢救 他则是进了警局 他们夫妇被抓了之后 起初还都不肯承认犯罪事实 可是在警方强有力的证据链下 都扛不住招任了 夫妻二人互相推诿 都说是对方让自己做的 但天网恢恢说而不漏 当初婶婶买通医院人员的佐证被找到 对方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也都被判了刑犯 孙杰则是经济犯罪入狱 得到了应有的诚挚 至于叔叔婶婶 他们两个人 因为性质恶劣 加上数罪并罚 最后被判了无期 判决下来之后 他们还不服气 要求上诉 但是二婶依旧维持了原判 在庭审的时候 他们指着我破口大骂 说我害了老孙家 说我一个女娃这样心思恶毒 迟早是要遭报应 法官让他们肃静 也有人让他们停止攻击与曼曼 但有更多的人在看着我 我目光轻正 反问 哦 你们现在不就是遭了报应吗 天到好轮回 报应不爽啊 而因恶果 善恶到头 这是他们应得的呀 尾声 尘埃落定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别墅花牌出售了 这里承载了父母对我的爱 可更多的是恶人在这里的痕迹 卖了别墅之后 我把这笔钱 以爸妈的领意捐赠了出去 资助了那些因为贫困 而无法继续读书的女孩子 这是爸妈送我的礼物 倾注了对我的爱意 我把这份心意所花成的钱 送给其他女孩子 也希望他们能对这份爱意包围 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除此之外 我还将公司诉清了一番 借着这个机会 将所有的蛛虫都去除了出去 稳住了爸妈的心血凝结 除必推心 公司风气也好了很多 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我挑了个好日子 去了牧园 把判决书在爸妈坟前烧了 春风不沾身 艳阳高照 但我还觉得冷 我抱着合葬的坟营墓碑 贴着他们的照片 眼眶慢慢的红了起来 走之前 我给他们磕了头 努力养起笑 你们可以安息了 我会好好等 牧园冷清 风从身边过 这世间亲人 我只剩下自己 无依无靠 唯有截然一身往前走 但是我不会怕 父母的爱曾陪伴着我 只要我还有记忆 那些爱就不会消散 所以大胆往前走吧 明天是个好晴天